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过今年68年里头 日本如何面对二次大战 作为一个侵略国的角色 到现在为止 日本人只觉得他们战败了 而日本的经济再度遇到了新的瓶颈 这也使得日本在经济以及在右倾的问题里头 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拉拔战 今天文献十一周报将以一整个小时专题为了讨论今天面临难题的日本 这个难题包括日本的政治 也包括日本的经济 首先我们先来看经济的部分 自从安倍经济学之后 日本的确创造了短暂的荣景 但是刚刚公布的数字显示日本的经济出现了两难 贸易赤字正式发警报 日元贬值的两面刃出现 那么单月七月的赤字破照 日本七月份的贸易赤字剧增超过了一兆日元 虽然日元贬值使得七月份的汽车及化学制品出口增加 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2% 但是也因为日元贬值使得原油进口价格飙高 加上自中国大陆进口大量的智慧手机 导致日本七月的贸易赤字剧增超过了一兆日元 创下了1979年以来 七月日本最大的单元贸易赤字 而其次安倍经济学也使得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 达到了创纪录的108.6兆日元 比三个月之前高出了1.7% 按照现在日本债务沾塌GDP的比重来看 已经高达了247% 稳居世界的首位 唯一比较值得令大家宽心的是 超过90%的债权人来自于日本国内 国内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债权的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相较之下 所谓欧洲五国之一的意大利 其实它的国债占GDP的总值只有130.3% 远比日本的247%的低 但是它六成到七成是本国人所拥有 就出现了所谓的欧债危机 而在8月21号 日本的经济开始出现停滞的同一个时间 日本关于钓鱼台的议题再次地 扶上国际政治的台面 8月21号 美国的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McCain 同时也是2008年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访问东京 会晤日本外乡的时候 公然表示尖格岛是日本的领土 这是美国国会与美国政府的立场 也会传达给中国 McCain甚至表示 中国大陆侵犯了日本 对于尖格岛的基本权利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立刻反击 明白表示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奉劝美国有关议员停止发表 涉及钓鱼岛的不负责任的言论 而在中日关系因为钓鱼岛紧张之际 日本也宣布为了防卫钓鱼台的离岛 防卫省要积极建立一支 可以担当离岛防卫认为的水陆两栖部队 预计2015年向美国采购15架的鱼鹰机 同时未来还让已经更先进的两栖作战车辆 增加整个钓鱼岛日本的离岛的安全防卫工作 整体而言日本到现在为止 只要它的经济情况转好 似乎就会把钓鱼岛议题搁在旁边 那我要特别提对日本人来说 日本人几乎很少人反省 它是侵略者的国家 日本只认为他们失败了 因此对于进国神社的事情 就在日本原本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刻 安排经济学比较有效果的时刻的 那整体呢 进国神社的议题 并没有像这一次这么敏感 而现在呢 当日本的安倍经济学 似乎开始遇到了一点瓶颈时刻 进国神社要不要参白 在本周再次赴上台面 8月15号 日本的中战纪念日 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眼中的日本战败投降日 然而全世界的焦点 不再举行追悼仪式的日本武道馆 而在进国神社 102位日本跨党籍议员 在战败投降日当天 集体到进国神社参拜二战阵亡将士 安倍内阁官员也有三人现身 分别是总务大臣邢亦孝 国家公安委员长古姑归司 和行政改革大臣道田彭美 安倍晋三本人没有到场 但以自民党党魁的身份 自费献上三万日元预章料 也就是祭祀费 并为请党魁特别助理 笛声田光一亲自送到进国神社 隔天的南韩报纸直接说 安倍晋三以代理的方式进行参拜 中国大陆和南韩都认为 这根本是欲盖弥彰的变想参拜 安倍想要参拜晋国神社的心 沉入他在二月 与国会殿堂的发言一般从未改变 参不参拜晋国神社如此引发争议 因为在这个神社里 供奉了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 日本の英雷の皆さんに 我々は心から感謝をする日が この8月15日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ドイツ人だから逮捕されます どう思いますか ドイツだったらあなたは逮捕されます 憲法違反だから どう思いますか 何を言ってんだ 何を言ってんだ 何で逮捕さ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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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いう日本は大事 何で逮捕され 何で逮捕され 这一段加拿大民众 在禁国神社前 呛右翼日本民众 惨遭追打的影带 在战敗投降日前 又被翻了出来 被大陆中央電視台 強力放送 大陆和南韓 更是以敗鬼來形容 除了参拜禁國神社 另一件令北京 及南韓憤怒的 是安倍晉三 擅自打破 村山談話的末期 沒有在演說中 對二戰期間 遭到侵略的各國 表示煩心 村山談話是指1995年 當時日本首相村山富士 在戰敗投降日追悼儀式 發表演說時 對於曾經遭逢日本殖民的 亞洲諸國表達了痛切反省之意 對於省略了這一點 安倍也自有一套解釋 第二天所有的報紙更無一例外地 把重點放在了安倍晉三 在日本終戰紀念日演說時 首次掠過了對侵略鄰國的反省 雖然中國大陸人透過 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明 召見日本駐北京大使 穆斯昌仁抗議 不管外界的紛擾 今年約有六千名 日本二戰死難者一族 出席了日本武道館 舉行的追悼儀式 日本政府從1963年開始 每年都會選在8月15號這一天 緬懷在戰爭中死難的同胞 因為1945年8月15號 日本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 大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 目前在位的日本天皇名人 則是在這一天為日本祈福 先人一致 先人一致 先下に倒れた人々に対し 心から追悼の意を表し 世界の平和と 我が国の一層の発展を祈ります 雖然不能說這些人心中 只有戰死的310萬日本人 但正如標語上所寫的 這一場追悼儀式 是為了全國 也就是全日本戰死的人所辦 至於其他在二戰期間 遭受日本侵略 包括中國的1800萬名臨難者 以及韓國的50萬 還有泰國的45萬名死難者 顯然都不再追到的英靈之列 日本要像歐洲一樣 與亞洲各國走向和解 恐怕只有等日本政府 能像德國一樣 真正道歉的那一天